有消息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腹痛入驻北京301医院 有美媒称 习近平很可能是连续遭到数次暗杀 而导致精神紧张引发腹痛 大陆网友杨明玉12月24日发推特说 平安夜对习近平来说不平安 北京301医院很多武警 特警 据在医院病房高盖家属透露 习近平腹部疼痛来到301医院 门诊戒严15分钟 部分楼层不准外人出入 医护人员神情高度紧张 12月26日 自由时报引述报道说 从北京301医院知情者获悉 习近平确实到301医院就医 但不是急救 他因长期精神紧张导致消化到功能紊乱 引发腹痛进行检查治疗 原因很可能是跟他遭遇数次暗杀有关 报道还指 习近平一度险遭放在北京大会堂的炸药暗杀 不过 炸药被提前发现而移除 被证实是军队高层所为 更有房峰辉和张阳因政变被逮捕 最后张阳被自杀 11月28日 大陆党媒首次披露中共军委前委员张阳 在调查期间自意身亡后 有美美爆料称 张阳与另一前军委委员房峰辉 曾谋划用1976年抓捕四人帮的手段控制习近平 这个计划被提早察觉 报道说 对这场发动政变而言 房峰辉 张阳等人只是具体行动者 而布局策划 包括海外舆论的准备另有高人 报道还说 张阳离奇死亡 更大的可能是被灭口 这显示更高层的主谋人未坐实 房峰辉应该是突破口 张阳被指是徐才厚的嫡系 房峰辉则被指是郭伯雄的头码 两人关系密切 郭伯雄 徐才厚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亲信 在担任军委副主席期间 架空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的军权 盘踞军队近20年 卖官毕决 批发将军军衔 将系党与遍及中共军队各个层级 郭伯雄于2015年4月宣告落马 2016年7月在中共军事法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徐才厚于2014年3月落马 2015年3月因患癌症死亡 两只军虎一死已落网后 彻底肃清国 徐余独成为军队整改的重中之重 中共十九大会期 中共官员公开点名徐才厚 郭伯雄 薄熙来 周永康 令计划 孙政才等人阴谋篡党夺权 东网11月底刊发评论称 徐才厚落马后 张扬一直对中央军委隐瞒与徐才厚的真实关系 据不交代徐对其的交信内容 甚至据说与孙政才等阴谋家暗中串联 企图及中印边境对峙的机会 在十九大前发动不流血政变 港媒《前哨》杂志10月号披露 房峰辉和张扬二人暗中抵制习近平肃清郭徐遗毒 多方保护他们的救部 引起习近平不满 打算让他们提前退休 而房张二人也对习心怀不满 密谋在十九大前发动军事政变 揭秘提前泄露因此被抓捕 事实上 早在2014年 香港中文杂志就曾披露 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 已经遭遇六次暗杀 事后查明权是内部人雇凶作案 文章指 因形势险恶 习近平为防不测 做最坏打算 致信政治局 设立五人小组已被忘医 十九大前 在有港媒披露 习近平十八大接班前 突然消失十多天 事件一是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等 中共党内也亲家阻止习近平接班 密谋策划对其暗杀 据报道 十八大前的2012年2月 重庆事件爆发 同年2月14日 习近平访美时 美媒华盛顿自由灯塔披露 王立军出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时 移交美领馆材料中 有关于薄熙来 周永康联手图谋发动政变 最终废掉习近平的计划 据悉 江派的这次政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主导 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主谋 由薄熙来 周永康联手实施 他们企图在中共十八大后二至三年内 利用江派军中势力及江派把持的公安 武警部队 从习近平手中夺取中共的最高权力 习近平十八大顺利上台后 徐才后 郭伯雄 薄熙来 周永康等人陆续被习拿下 虽然金正恩下令对脱北者格杀误论 仍有朝鲜士兵冒死投诚 韩国联合参谋部12月21日表示 一名朝鲜士兵在当天早上越过韩朝边境 向韩国投诚 据韩联社报道 当天上午8点4分左右 这名低阶朝鲜士兵在农物中 从非军事区的中西部越境南下 投奔韩国 整条非军事区从朝鲜半岛西侧延伸至东侧 长达250公里 宽约4公里 在该士兵投诚之后 朝鲜一群士兵跑到接近军事分界线处 寻找该名投诚士兵 9点30分左右 韩国士兵开20枪示警 约40分钟后 有起声枪想从朝鲜方向传出 但韩军没有发现有子弹飞越边界 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目前这名投诚士兵已经受到韩军的保护 但有关当局将对其进行调查 这是自11月13日脱北士兵吴清城 在板门链共同警备区越境投诚后 时隔38天再有朝鲜士兵投韩 吴清城上次在投诚的过程中 遭朝军开枪扫射 身受多处枪伤 经韩方施以手术治疗之后 他身体逐渐好转 但吴清城以自己的身体 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惊人的信息 证实了朝鲜恶劣的生存环境 就是他的韩国著名外科专家 李国宗大夫称 吴清城20岁出头 身高1.7米左右 体重却只有60公斤 明显营养不良 而在他的空腹中 盘踞着几十条长约27厘米的蛔虫 让世界震惊 据报道 逃离朝鲜的士兵吴清城19日经过抢救 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 这里是韩国吗 得到肯定回答后 他说出了一个令大家非常意外的愿望 想听韩国的歌曲 这个微不足道的愿望 却折射出朝鲜民众生活的悲凉 据韩国每日朝鲜网站报道 金正恩在吴清城投寒十天后 视察边境时下令 发现背叛祖国逃到国外者即可射杀 而金正恩给予开枪射杀者的奖励 是让其入党 但是最近很多朝鲜人也认为 党政一文不值 而且金正恩毫不留情地杀掉公父 张成泽和同父义母的哥哥金正男 手段残忍 他的这种恐怖统治 也可能会成为他倒台的诱因 另外 朝鲜如今仍处于绑紧腰带的 所谓苦难行军时期 韩国国家情报院和美国当局 根据对朝谍报保守判断 朝鲜共有46万人被饿死 而朝鲜人口总数只有2500万人 今年12月 金正恩将进入执政第6年 由于他一意孤行的核试验和导弹挑衅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严厉制裁 使朝鲜底层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 即使金正恩下令格杀勿论 仍然难阻朝鲜士兵托北浪潮 朝鲜日报报道说 20日上午 另有两名朝鲜居民乘坐于船越海投奔韩国 韩国还仅于当天下午在东海 日本海 还与救助这两名均为南姓的朝鲜居民 他们已表明投诚意向 有关当局正在调查他们投诚的动机和过程 12月20日上午 叶挺长子 中共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叶正大的遗体送别一事 在北京八宝山并以广东礼堂取行 据陆媒报道 记者现场看到送来婉联和花圈表示哀悼的 有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 和网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 于正生李鹏等五人 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张又霞 军事委员会委员 魏凤河 李作成 苗华 张生民 常万全 野军送来婉联和花圈 据悉 聂荣真之女聂丽 朱德外孙刘建 罗清长之子罗元 大将肃与女儿肃辉宁 陈庚大江之子陈之健 王若飞孙子王强等前往现场送别 另外 还有一批红二代也送来了婉联和花圈 叶正大 叶挺长子 广东会洋人 12月14日晚在北京市市 中年91岁 本次议题告别仪式上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再度缺席送花圈和婉联的名单中 而江泽民的老对头胡锦涛再次与习近平 李克强一起露面 习近平上任后 仍梦想继续充当太上皇的江泽民缺席这样的高层名单已成常态 而长期被江架空的胡锦涛却频频与习近平等现任常委一起露面 如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 即从7月30日至8月24日 习近平 胡锦涛等人 都向大陆科学家柯骏 水稻生物学家朱英国 原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 原中共中部委委员安志文的遗体 送了花圈或网联 但江泽民接连四次缺席 外界普遍认为 好处风透的江泽民是被缺席这样的高层露面名单 因为江泽民2015年初曾携带一家三代爬上了海南岛的东山岭 还对陪同的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兴致勃勃地说 要大力宣传 东山岭 他回北京也会宣传 但还没等到江泽民回北京 他爬东山岭的消息 建筑报端不久就被大陆媒体全面封杀 随后这几年 除了中共的重大事件 如2015年的北京阅兵一事 中共十九大外 江泽民先少露面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10月18日的中共十九大开幕式上 除江泽民的铁杆锣干位露面外 中共现任 网界高层都露面了 央视现场直播画面显示 虽然江泽民出席了中共十九大开幕式 但却遭到了冷遇 习近平做完十九大报告 回到座位前 首先与左手边胡锦涛握手 央视也习与他两人定格式的大特写 但习与江握手时 江的画面完全被摄影师遮挡住 看不见人 习近平坐下后 他和胡锦涛谈笑风声 笑容满面 但官媒画面没有显示习与江有交谈 开幕式结束后 习近平非常热络地与胡锦涛握手寒暄告别 而在其转身时 江泽民伸出手来等待与其握手 习虽然也与江相握 但眼神没有交流 随后习近平未做任何停留就扬长而去 北京排华等系列行动危及民生 引发海内外民愤 甚至有声音要求市委书记蔡奇辞职 不过 除了有消息称其内部检讨之外 蔡奇安然无恙 港媒评论只遭舆论谴责的官员反受体制保护 暴露中共与人民 与普世价值为敌的本质 12月18日 自由亚洲引述未经证实的消息是 北京驱逐低端巡提引爆舆论 北京最高官员也在党内做了检讨 这是唯一一个有关蔡奇遭处分的报道 香港明报19日评论文章称 近日对北京市当局的批评不绝于耳 但蔡奇似乎并未受影响 仍在公开场合频频露面 文章分析原因指 民意并不能衡量中共官员的试图掌落 特别是舆论一边倒时 有时反而会帮当事官员的忙 因为中共体制习惯于对外部舆论时高度敌意 总是以阴谋论来看待 对境内舆论也同样警惕 因此 遭遇敌人反对的官员 往往反而受体制保护而逢凶化吉 除了政治战错队 中共官场嫌有人因民怨落马 文章举例说 2010年中共两会上 时任湖北省省长李鸿舟遭遇大陆记者追问敏感话题 竟抢走记者的录音笔 酿成重大事件 海内外媒体人曾连署要求罢免他 但他安然无恙 7年后还晋升政治局委员 2010年底 上海教师公寓大火造成58人死亡 被揭发使用违规建筑材料 当局监管不力 但时任上海书记于政省和市长韩正豪发无损 两年后双双升官 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 酿成40死172伤 但时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组也未被追责 而是由已落马半年的原部长刘志军顶罪 文章还说 中共官场也发生过所谓追责事件 但当事官员引诅此之后 大多调职继续当官 比如 1988年昆明往上海的特快列车事故 造成88死200多人伤 其中包括60多名日本中学生 事件轰动中外 时任铁道部长丁关根引秀辞职 不久就出任国台办主任 中央统战部长 最后官至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部长 因萨斯疫情辞职的北京市长孟学农 因黑专闭事件卸任的山西省省长余佑军 事后也都照样当官升官 时政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港媒这个板子直接打到了中共体制身上 这种逆向淘汰是中共邪教特征之一 凡是与民为敌者 与民主法治为敌者 几乎一概升迁 拖振就是一个典型 所以 有些官员看到这点 甚至故意刺激民众底线 形成负面舆论 反而有力仕途 这充分说明了中共体制的反人类 反社会本质 2013年元旦期间 时任广东省宣传部长拖振亲自操刀 将改言报纸南方周末的新年宪词 中国梦 宪政梦 山改的面目全非 酿成一起重大政治丑闻 引发海内外媒体人集体抗议 事后 主管中宣系统的刘云山 将拖振提拔为中宣部副部长 中共军队大规模改革已开展两年 18日 大陆官媒披露了此轮军改脖子以下改革内幕 截至目前 已经有200多个中共军队 正十级以上的机构被裁 人员兴检三分之一 数百名将军调整岗位 12月18日 大陆官媒刊文称 截至目前 中共军队正十级以上机构减少二百多个 人员兴检三分之一 此外 中共军队全军团以上建制单位机关减少一千多个 非战斗机构现役原额压减近一半 军官数量减少百分之三十 数百名将军调整岗位 这是习近平在两年时间内对军队进行的大规模调整 此轮军改分两个阶段 从2015年底到2016年底 主要聚焦脖子以上的改革 即主要改革高层领导指挥体系和大脑中枢机关 去年底 中央军委召开军队规模协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工作会议 部署脖子以下的改革 即中层和基层军事单位 改革后 陆军战权军总员额比例下降到50%以下 近日 中共军报披露 中共陆军员集团军主官全部换港 90%单字成员交流任职 12月15日 中共军方内部人士对媒体透露 武警部队将由80万人减少到40万人 其所属的机动事目前已经全部裁撤 自2018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编制运行 分析指 军队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集团 对习近平进行政变夺权的主要依仗 在将执政时 为了把控军权 晋升将军成为将拉拢军头的一种手段 将还放任军队腐败 江泽民退下后 其亲信郭伯雄 徐才后架空胡锦涛 在军中卖官毕决 提拔了大批高级军官 以及一批师团级军官 中共十八大后 习近平通过反腐打虎 拿下了包括郭伯雄 徐才后等50多名军老虎 同时 习当局推动军队改革 进一步清洗国 徐队军队的影响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认为 习近平利用军改大规模更换集团军主观 其目的主要是打乱昔日江泽民集团在军队的布局 防止江集团可能发起的军事政变 不过 夏小强也指 在江市集团与习近平激烈政治博弈的背景下 在江泽民仍然没有被抓捕的情况下 在中共现行体制下 军队的主要任务还是对内不对外 更多的时候是权斗的工具 至于捍卫领土 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责 就要放到次要位置了 中共最高检11日宣布 重庆市委前书记孙政才被立案侦查 孙是江泽民指定的中共接班人 12日港媒披露 19大前 孙认为排在前面的接班人选胡春华是团派 以失去竞争力 自己才是未来第一人 因此最新于拉帮派见班底 引发高层警惕被整肃 12月11日 中共最高检察院公布 经审查决定 对第18届中央政治局员委员 重庆市委员书记孙政才 以涉嫌受贿罪利案侦查 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中共人大常委会11月4日发布公告 孙政才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19大前的7月15日 孙政才被免职 7月24日被调查 19大之后 习近平当局多次公开点名孙政才 薄熙来 周永康 令计划 徐才后 郭伯雄6人 既巨贪又巨负阴谋 创党夺权 12月12日 香港东网刊发评论称 名演员都知道孙政才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政治立场问题 官媒将其与周永康 令计划这些政治阴谋家放在一起 已经说明他的致命要贩是阴谋 创党夺权 所以他被查处时 官方宣布削除了一个重大政治隐患 评论称 而十九大前 孙政才认为原本排在自己前面的胡春华 英令计划等人出身团派 已失去竞争力 孙更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未来第一人 因此 孙无心于重庆市的改革发展 反而最心于拉帮派建班底 到处许诺 拉拢北京不少部门到重庆行业开会 吸引各方关注 为其政绩鼓语呼 但这些活动反而引起了高层的警惕 最终使孙政才在十九大前被整肃 孙政才被指示江派代言贾庆林 刘齐 曾庆红先后提拔 陪职的人马 也是江泽民指定的中共接班人 大陆体制内专家辛子凌曾披露 重庆被江派两次选中作为基地 第一次使薄熙来企图发动政变推翻习近平 第二次曾庆红又安排孙政才在重庆 希望他若干年后能起作用 这些阴谋都被习近平揭破了 东网评论说 孙政才作为十八大权力的接班人选之一 按理稳扎稳打便可上位 但他急于求成 机关算尽反悟了轻轻小命 最关键的是 孙政才明知身处众目睽睽之下 生活仍不检点 不仅大肆行贿受贿 还被曝出包二乃养情妇生死生死 此前有报料称 孙政才与袁佩胡颖玉有一女 孙大概以为再过几年就要接班成为中共第六代储君 没有儿子始终遗憾 于是在其心腹 原重庆公安局长和挺的安排下 与多个情妇分别欲有多名私生死 东网评论认为 孙政才之所以如此急于求成 与其仕途顺利有密切关系 他39岁时游学入市 历任北京顺义区委书记 市委常委 秘书长 农业部长 吉林省委书记 重庆市委书记 自认为中央地方都干过 认识的劳领导多 遂有恃无恐地追求最高权力 香港南华早报 12月1日报道 王岐山虽然已经现任政治局常委 但习近平仍会给他安排政治角色 希望他继续发挥政治影响力 目前 王岐山仍然享有出席政治局常委会的特权 报道引述数个消息原指 王岐山预计将在明年3月的中共两会出任国家副主席 报道引述分析称 王岐山虽然依从7上8下潜规则退出中共领导层 但习近平依然希望加强政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王岐山退而不休 透出反腐运动压力不减的信号 对于王岐山出席常委会 上海的政治局家陈道银分析说 王岐山已经不是政治局常委 他很可能没有投票权 但是他会以元老或者顾问的身份发言 报道称 非政治局常委出席常委会 打破了近年来的惯例 但不是没有先例 1980年代 杨上坤就曾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 而非政治局成员出任国家副主席 也有王震和荣毅人的先例 中共体制下 国家副主席只是出席外交场合的礼仪性角色 但当年实权人物胡锦涛 曾庆红和习近平也曾先后兼任副主席 令该职务的分量一度有变 但随着中共十八大后李元豪的继任 副主席又恢复成花瓶式职位 如果王岐山出任副主席 其角色必将再次改变 11月28日和29日 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网接连刊文 总结王岐山的经济角色和外交经历 并表示习近平需要一位精通经贸的心腹 专门负责应对中美外交棘手议题 这些文章被认为是替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吹风造势 此前已有多方消息指 王岐山可能在明年三月解替李元朝 出任国家副主席 甚至有台媒引述内部消息称 中共人大常委会已为此出台提案 做出过渡性安排 11月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时 王岐山出席了欢迎晚宴 而尚未正式卸任的李元朝却罕见缺席 似乎增加了这个过渡性安排的真实性 熊的头马 两人关系密切 郭伯雄 徐才厚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亲信 在担任军委副主席期间 架空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的军权 盘踞军队近20年 脉官毕决 批发将军军衔 江系党与遍及中共军队各个层级 郭伯雄于2015年4月宣告落马 2016年7月在中共军事法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徐才厚于2014年3月落马 2015年3月因患癌症死亡 两只军虎一死已落往后 彻底肃清国 徐于独成为军队整改的重中之重 中共十九大会期 中共官员公开点名徐才厚 郭伯雄 薄熙来 周永康 令计划 孙正才等人因谋篡党夺权 东网11月底刊发评论称 徐才厚落马后 张扬一直对中央军委隐瞒与徐才厚的真实关系 据不交代徐对其的交心内容 甚至据说与孙正才等阴谋家暗中串联 企图集中印边境对峙的机会 在十九大前发动不流血政变 港媒《前哨》杂志10月号披露 房峰辉和张扬二人暗中抵制习近平肃清郭徐遗毒 多方保护他们的救部 引起习近平不满 打算让他们提前退休 而房张二人也对习心怀不满 密谋在十九大前发动军事政变 揭秘提前泄露因此被抓捕 事实上 早在2014年 香港中文杂志就曾披露 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 已经遭遇六次暗杀 事后查明权是内部人雇凶作案 文章指 因形势险恶 习近平为防不测 做最坏打算 致信政治局 设立五人小组已被妄议 十九 有消息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因腹痛入驻北京301医院 有美媒称 习近平很可能是连续遭到数次暗杀 而导致精神紧张引发腹痛 大陆网友杨明玉12月24日发推特说 平安夜对习近平来说不平安 北京301医院很多武警 特警 据在医院病房高盖家属透露 习近平腹部疼痛来到301医院 门诊戒严十五分钟 部分楼层不准外人出入 医护人员神情高度紧张 12月26日 自由时报引述报道说 从北京301医院知情者获悉 习近平确实到301医院就医 但不是急救 他因长期精神紧张导致消化到功能紊乱 引发腹痛进行检查治疗 原因很可能是跟他遭遇数次暗杀有关 报道还指 习近平一度险遭放在北京大会堂的炸药暗杀 不过 炸药被提前发现而移除 被证实是军队高层所为 更有房峰辉和张扬因政变被逮捕 最后张扬被自杀 11月28日 大陆党媒首次披露中共军委前委员张扬 在调查期间自意身亡后 有美美爆料称 张扬与另一前军委委员房峰辉 曾谋划用1976年抓捕四人帮的手段 控制习近平 这个计划被提早察觉 报道说 对这场发动政变而言 房峰辉 张扬等人只是具体行动者 而不局策划 包括海外舆论的准备另有高人 报道还说 张扬离奇死亡 更大的可能是被灭口 这显示更高层的主谋人未坐实 房峰辉应该是突破口 张扬被指是徐才厚的嫡系 房峰辉则被指是郭伯处于绑紧腰带的 所谓苦难行军时期 韩国国家情报院和美国当局 根据对朝谍报保守判断 朝鲜共有46万人被饿死 而朝鲜人口总数只有2500万人 今年12月 金正恩将进入执政第6年 由于他一意孤行的核试验和导弹挑衅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严厉制裁 使朝鲜底层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 即使金正恩下令格杀误论 仍然难阻朝鲜士兵托北浪潮 朝鲜日报报道说 20日上午 另有两名朝鲜居民乘坐于船越海投奔韩国 韩国还仅于当天下午在东海 日本海 还与救助这两名均为男性的朝鲜居民 他们已表明投诚意向 有关当局正在调查他们投诚的动机和过程 12月20日上午 叶挺长子 中共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叶正大的遗体送别仪式 在北京八宝山并以广东礼堂取行 据陆媒报道 记者现场看到送来婉联和花圈表示哀悼的 有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和王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 于正生李鹏等五人 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张又霞 军事委员会委员魏凤和李作成 苗华张生民 常万全野军送来婉联和花圈 据悉聂荣真之与聂力 朱德外孙刘健 罗清长之子罗元 大将素与女儿素灰宁 陈庚大江之子陈之剑 王若飞孙子王强等前往现场送别 另外 还有一批红二代也送来了婉联和花圈 夜正大 夜挺长子 广东会洋人 12月14日晚在北井 约40分钟后 有起声枪想从朝鲜方向传出 但韩军没有发现有子弹飞越边界 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目前这名投城士兵已经受到韩军的保护 但有关当局将对其进行调查 这时自11月13日脱北士兵吴清城在板门链 共同警备区越境投城后 时隔38天再有朝鲜士兵投寒 吴清城上次在投城的过程中 遭朝军开枪扫射 身受多处枪伤 经韩方施以手术治疗之后 他身体逐渐好转 但吴清城以自己的身体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惊人的信息 证实了朝鲜恶劣的生存环境 就是他的韩国著名外科专家李国宗大夫称 吴清城20岁出头 身高1.7米左右 体重却只有60公斤 明显营养不良 而在他的空腹中 盘踞着几十条长约27厘米的蛔虫 让世界震惊 据报道 逃离朝鲜的士兵吴清城19日经过抢救 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 这里是韩国吗 得到肯定回答后 他说出了一个令大家非常意外的愿望 想听韩国的歌曲 这个微不足道的愿望却折射出朝鲜民众生活的悲凉 据韩国每日朝鲜网站报道 金正恩在吴清城投寒十天后视察边境时下令 发现背叛祖国逃到国外者即可射杀 而金正恩给予开枪射杀者的奖励是让其入党 但是最近很多朝鲜人也认为党政一文不值 而且金正恩毫不留情地杀掉功夫 张成泽和同父义母的哥哥金正男手段残忍 他的这种恐怖统治也可能会成为他倒台的诱因 另外朝鲜如今仍有大钱 在有港媒披露 习近平十八大接班前突然消失十多天 事件一事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等中共党内也新家 阻止习近平接班 密谋策划对其暗杀 据报道 十八大前的2012年2月重庆事件爆发 同年2月14日 习近平访美时 美媒华盛顿自由灯塔披露 王立军出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时 移交美领馆材料中 有关于薄熙来 周永康联手图谋发动政变 最终废掉习近平的计划 据悉 江派的这次政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主导 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主谋 由薄熙来 周永康联手实施 他们企图在中共十八大后二至三年内 利用江派军中势力及江派把持的公安 武警部队 从习近平手中夺取中共的最高权力 习近平十八大顺利上台后 徐才后 郭伯雄 薄熙来 周永康等人陆续被袭拿下 虽然金正恩下令对脱北者格杀误论 仍有朝鲜士兵冒死投诚 韩国联合参谋部12月21日表示 一名朝鲜士兵在当天早上越过韩朝边境 向韩国投诚 据韩联社报道 当天上午8点4分左右 这名低阶朝鲜士兵在农务中从非军事区的中西部越境南下 投奔韩国 整条非军事区从朝鲜半岛西侧延伸至东侧 长达250公里 宽约4公里 在该士兵投诚之后 朝鲜一群士兵跑到接近军事分界线处 寻找该名投诚士兵 9点30分左右 韩国士兵开20枪世界